我们谈谈中集安税货 主要是清洁能源、化工环境和液态生物 昨天也公布了一个业绩 升到77%到3亿8千万 不派息 不过市场近日关注这个股份 最主要是那个轻能的概念 公司在前景展望里也提到 会在轻能储存、运输和加轻环节的装备和应用 非常亏天然气处理的应用装备 和水上清洁能源产业链应用的开发 这几方面都会把握机遇 之前也有与安共合作一些轻相关的项目 其实这个听下去是很吸引的语言 不过8月至今已经升了3、4 近日有点回落 综合问一问Marco的意见 看完业绩和他所说的前景展望 你觉得能不能够继续看好呢? 其实终宅网税科 首先你新了 我持有终宅网税科 你什么时候买? 这么前前的? 我是早两天买 因为我看他逃回回落十天线的位置 因为像你说的 最近都升了三成 都升得很快 但是刚刚有个调整 落回来十天线 我就觉得这位可以播下 那我就买了一个注 我都查过了 通常这些业绩 我会搜索击文章提到那个轻字 他提了29次的轻字 比起上一次的全年业绩 提了十几次 这次多了十次了 我想他都会玩的了 都是看着 他都说了 轻能技术已被纳入中国科技部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 十八个专项之一 最近轻概念是挺好炒的 你看到最强的东岳 189 都是这样炒上去 我想他的焦点还是放轻 而且他的技术是OK的 因为中绩网税科 一直做一些燃气的 一些储备的运输 那些液化天然气 因为那些是比较容易 安全问题 随时会爆炸之类的 他有这个技术去做运输的时候 轻也是一些异然的气体 如果能做到的时候 应该完全不难去控制到整件事 我想他都说了 有些轻能核心装备製造商 准备会强力打造 还有他通过里面也提过 他接下来都会收购一些轻相关的资产 所以我自己 如果你从轻的角度去看 我仍然是看好的 但是你看到中期业势益 你说增长70%多算是好还是差 都经常都说了 你对比70%当然是好 但问题是有疫情的基数效应 我自己也计算了 去年下半年 他应该是赚大约3.5至3.6亿左右 变成今年上半年3.8亿 就是比起去年下半年 都仍然有一个增长 我想 都继续有一个 稳步上扬的情况 我都OK了 我见盘前现在都还可以的 升了一点点 现在未兑完盘 不过刚才也升5%的 现在升幅稍稍收窄 都在升4% 可以留意着 也是 在准备 是 实际上 不知道 我刚刚听完 词 这里 刚刚 正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